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驻中国多地的领事馆由去年2月起暂停接收F1签证申请 至今已有13个月 目前美国驻北京 上海 沈阳领事馆均暂停接收有关签证申请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虽已恢复接受有关签证申请 但留学生最快已要到8月12日才能与领事进行面谈 美国民间组织美华国际教育工作者联盟在ChangeUp网站发起联署 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加快处理中国学生签证申请 联署人之一陈杭是匹兹堡留学服务公司后人教育的首期学习官 他警告说 如果中国留学生继续留在中国远去上课 他们及其家长都会觉得美国教育不再物有所值 大大减低到美国升学的吸引力 或令更多中国学生转向英国及加拿大留学 他促请美国尽快接受有关签证申请 加快审批进度 美国教育理事会政府关系总监施普莱泽表示 他们同样关注国际留学生会否因签证问题 下学期不能前来美国 他说 我们已要求国务院及国土安全部想办法 包括在领事馆不能重开的情况下 豁免首次申请F1签证学生的领事面谈 以及优先处理学生签证申请 国际留学数据分析网站OpenDoors资料显示 在2019年至2020年度 美国一共有372532名留学生 为美国带来接近159亿美元经济效益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富商王健林旗下的万达集团 大幅减持美国大型连锁电影院AMC的股份至9.8% 目前已不再是AMC的最大股东 2012年万达集团作价26亿美元收购AMC 当时是中国民营企业进行的最大规模海外收购行动 2018年 万达把价值6亿美元的AMC可换股债券 授予私募股权公司银湖 但依然维持AMC的控制权 AMC去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的财务报表显示 当时万达仍持有AMC超过5000万B股 占AMC投票权的58.8% AMC本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最新财务报表显示 去年12月31日 万达进一步减持手上的AMC股票至整体普通股的23.08% 但继续维持47.37%的投票权 到今年2月1日 万达把手上美股有3票投票权的B股 转换成美股得1票投票权的A股 之后再做进一步减持 目前万达持有的AMC股份和投票权均跌至9.8% AMC表示 即使万达持股大减 拼其手上的9.8%投票权 以及在AMC董事局中的代表人数 依然对AMC的企业管制和事物有显著影响 疫情重创电影行业 AMC一度面临破产 多次传出倒闭消息 也成为孤空机构阻击的对象 不过AMC今年初受惠于美国散户侠弹仓 其股价由去年2元低位 暴升至今年1月近20元的高位 AMC其后也成功筹集资金得以渡过难关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 在周五举行的四方会谈上 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太平洋四国集团 其他领导人宣布了一项计划 将扩大印度的新冠疫苗生产能力 拜登称这一努力是一项雄心勃勃的 新的联合伙伴关系 将促进疫苗生产 使整个印太地区受益 四方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我们将结合我们国家的医疗 科学 融资 生产和运输 以及开发能力 建立一个疫苗专家工作组 以落实我们对安全有效 分发疫苗的开创新承诺 根据白宫的一份声明 四方会谈的努力 预计将使印度到2022年 增加十亿剂疫苗的生产能力 拜登政府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导人 已面临法国和一些 全球卫生倡导组织的呼吁 将一小部分疫苗捐赠给贫穷国家 拜登还接受了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在内的盟国的要求 购买在美国生产的疫苗 但拜登政府仍然坚定地表示 至少就目前而言 它的重点是确保所有美国人 都能首先接种疫苗 政府官员注意到 美国承诺向国际组织COVAX 提供40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一项国际努力 旨在支持向贫穷国家购买 和分发新冠疫苗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5月宣布 让中国生产的疫苗成为 全球公共产品 根据美联社逐个国家的统计 自那以后 北京已承诺向至少45个国家 提供约5亿剂疫苗 中国最初在应对疫情方面失败后 一些人认为北京的疫苗外交 是一种保全面子的策略 是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举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领袖 周五以事项形式会晤 是四国组成的四方安全会谈 首次举行首脑峰会 围绕中国的疫苗外交手段 应对中方在印太地区海洋活动等问题 交换意见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澳洲总理莫里森 在峰会讨论全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缅甸政变后的局势、朝鲜半岛局势、气候危机等 也谈及中国实施海警法后 印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他们商讨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融资支持印度增产疫苗 拜登在会上表示 四方安全对话将是印太地区合作的重要场合 他承诺美方将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 达至局势稳定 又指四方安全对话特别重要 因为他致力于实际解决办法及具体结果 并宣布发起合作计划增加疫苗产量 莫里森形容印太地区将决定21世纪的全球命运 指美日印澳是区内民主大国 呼吁互相合作与区内国家联手 推动和平稳定及繁荣 提出四方安全对话发展成熟 将继续是印太地区稳定的重要支柱 菅义伟呼吁促进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并为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他又感谢美印澳自日本311大地售后提供的支援 外界是四方安全对话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平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回应指 国家之间的交往合作 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中国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放 包容 共赢 不要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事 据东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周四晚上 发表上任以来首次黄金时段的电视讲话 纪念美国实施抗议措施一周年 讲话中拜登针对疫情中频频发生的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与攻击进行谴责 拜登称亚裔被迫生活在恐惧之中 拜登在白宫东厅发表于24分钟讲话 称国民过去一年保利痛苦和牺牲 但美国人能够在黑暗当中寻找光明 强调让生活和经济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打败病毒 对于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案急增 拜登谴责有人利用疫情制造仇恨和分裂国家 并批评就连戴口罩一件如此简单的事 都让大家分裂 周与周之间不合作 他说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 骚扰指摘和成为替罪羊 这很不符合美国价值 必须要停止 拜登在讲话中阐述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多调动4000名军人推进疫苗接种计划 所有成年人5月底前都会接种疫苗资格 希望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 让国民与亲友同聚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01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亚裔人口聚居的加州湾区 过去几个月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 为应对种族因素引发的暴力事件 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社区巡逻组织 为亚裔居民和商家提供保护 今年年初以来 加州湾区的奥克兰市发生了多起 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 当地居民吉米·本凡西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相关视频后 决定采取行动 在本凡西和一位朋友的努力下 社区巡逻小组亚裔要表态于今年2月成立 目前他们的巡逻范围集中在奥克兰的中国城 加州的亚裔人口超过400万 其中15%居住在奥克兰地区 加州民间组织停止仇恨亚裔的统计显示 在全国范围 过去一年总共发生了至少3000起 针对亚裔的言语或肢体攻击事件 湾区近来发生了多起袭击事件 针对亚裔老人 本凡西和她的志愿者 以年长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本凡西说 当我看到独自出行的老人 我通常会问一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比如陪他们去商店或者回家 很多时候他们说不用 有时候会说需要 有时候我和其他团队成员会在公车站陪他们一起等车 社区巡逻队的成员认为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 巡逻团队并不携带武器 但他们相信 只要出现在街头 就可以对潜在的仇恨犯罪起到震慑作用 据CNN报道 周五都为纽约州众议院民主党人 包括知名国会议员 呼吁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默辞职 原因是近期发生在他身上的性骚扰 及州养老院新冠死亡数据隐瞒指控 科默一直强烈抵制要求他辞职的呼声 认为这是竞争对手的政治花招 但要求他下台的国会团体中 有来自党内不同意识形态路线的成员 既有与该州政治体制有关的资深人物 也有较年轻的进步派议员 在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不到24小时 州议会的民主党人还发起了一项弹劾调查 该调查将与州检察长的独立调查同时进行 本月早些时候 赖斯成为纽约众议院代表团 19名民主党人中第一个呼吁科默下台的人 接下来多位议员加入了他的队伍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库默已经失去了纽约人民的信任 众议院进入委员会主席马洛尼表示 库默的辞职符合所有纽约人的最佳利益 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和新任的众议员加马尔鲍曼曼表示 他们认为科默州长无法再有效地领导这么多挑战 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斯梦等八位议员也在周五发表声明 敦促科默辞去州长职务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政府已通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部分供应商 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的条件 禁止供应商向华为出口5G设备及相关产品 预料将会于本周执行 美国前总统川普于2019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规定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设备时 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证 其中部分公司获准继续向华为出口可用于5G设备的原件 而另一些公司则受到更严格限制 引起混乱 此次华盛顿新规定进一步明确禁令 禁止供应商向华为出口5G设备所用的原件 包括半导体、天线和电池 令许可证持有人依旋的条件更加统一 分析认为 这代表拜登政府计划继续推进川普时期 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 落实对华强硬政策 美国商务部尚未对此作出评论 据东网消息 拜登总统从1月20日至今就职50多天以来 全国平均每天注射的疫苗数量达到220万剂 比川普时代增加一倍多 拜登也于11日晚上发表全国讲话 阐述今后几个月的控疫大剂 呼吁国民接种疫苗 前总统川普周三在其办公室推特专业发文 写道 我希望诸位在接种新冠疫苗时记住 如果之前不是我做总统 你们在5年内都未必可接种疫苗 请各位记住 在拜登宣布增购1亿剂强生公司疫苗 并促成强生与长期竞争对手默克合作后 多名川普时代的官员表示 这两家公司携手的构思来自前任政府 双方也早在1月初达成协议 因此疫苗计划目前取得的进展 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前总统川普 默克的行政总裁弗雷泽也承认 公司从川普时代开始讨论与强生合作生产疫苗的议题 只是拜登政府上任后重新评估方案的可行性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克林斯也表示 川普任内开展名为取速行动的 新冠疫苗研发计划后 加快了疫苗开发 让两款疫苗在去年年底 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紧急使用 让美国民众接种 克林斯形容 曲线行动是难以置信的重要 据星岛日报报道 日前多位美国前总统共同拍摄一集广告 呼吁国民注射新冠疫苗 但当中偏偏不见川普的身影 分析形容 除了因为川普没有公开接种外 也反映民主共和两党的前任总统 均对他态度冷淡 不愿与他扯上关系 据CNN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川普离任前已与一众前总统关系疏远 再加上他没有顺利承认大选结果 新旧政府交接时也表现消极 甚至没有出席继任总统拜登的宣誓仪式 因此没有太多人积极邀请他参与拍摄这次广告 但参与制作的广告委员会则透过发言人表示 整个项目以前总统为主 筹备广告时川普仍然在位 所以才会如此 消息透露 宣传小组也考虑过 是否安排川普在镜头前公开接种 但川普虽然多次为疫苗进展邀功 但其实一直性质不大 有前朝官员形容 曾经染疫的川普对个人形象非常敏感 不愿让人联想到他健康欠佳 因此两夫妇都不愿意公开接种疫苗 基于这点 官方到三月才证实 川普与夫人梅兰尼亚在一月卸任前已完成接种 这次疫苗广告公开了四位卸任总统 与其夫人接种的照片 分别是奥巴马与米歇尔 小布什与劳拉 克林顿与希拉里 以及卡特与罗沙林 感谢观看今天的美国新闻01排 请点赞订阅